热源使用不当案例 2016 3月17日早上起床的时候 发现脖子 胸口 双手臂长了红疹子 一开始也不会痒 就不以为意 过两天之后脖子跟胸口开始痒 就用姜汤清洗 清洗过后觉得有比较不痒 胸口跟脖子大约一星期之后 红疹子就消了 都好了 3月22号的时候 双手臂用生姜泥敷 然后再用保鲜膜封起来 再用毛巾裹着 暖暖包贴在外面纹敷 第一次敷完之后 拆掉感觉是舒服的 可是过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手开始刺痛 非常不舒服 然后大概到了六七个小时的时候 手臂长满了小水泡 他如果有体力 这个手在我的看法决定会好 为什么 他自己有体力 因为这个皮肤病我看那么多 最后都是靠自己修复 刚开始先用淡姜汤 也不用浓姜汤 因为我怕你刚开始就只受不了 所以那个姜汤很厉害的 你们别看 对质养效果非常的好 很推荐 4月12日来基金会求助 来的时候师兄问我怎么处理 我就跟他说用姜粉 师兄说姜粉可能只会让表面看起来干燥 可是怕里面还是有汤汁 也怕溃烂 所以建议用姜泥敷 可是姜泥一敷上去之后 因为皮肤太薄太刺痛了 所以没有办法敷姜泥 改用红外线照射 照射之后效果很好 组织液就不再留了 然后皮肤就渐渐干燥了 本来一天温敷45个小时 改成16、17个小时 然后运动量也再增加半个小时 所以状况就越来越好 4月22号的时候 伤口都已经结痂的部分 都全部都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